翅膀硬了 以为自己能翱翔了 结果一个大意就摔了一嘴毛 杨颖当下的境遇 还真是自作聪明换来的苦果 如果早算到自己有这一日 想必在黄晓明给她提裙子的时候 她也不会一个睁眼都不给 日日让这靠自己 走清醒独立的大女主人设 不管杨颖当时脑子里怎么想 但宠归单身的黄晓明 放在这婚恋时长上 还真是个香波波 两人这才官宣离婚快两年 黄晓明身边的花蝴蝶一个接一个 当局这迷旁观这清 或许是自己走起下坡路 意识到了花花世界还是黄晓明好 当下的杨颖 还真是和前妇的新环叶科 斗法不断 三点两头见前妻 估计叶科也没想到 自己的对手竟会是前任杨颖 说起来黄晓明与叶科的绯闻 自离婚后就传得沸沸扬扬 时间大概在2022年5月左右 两人也被火眼金睛的网友们 拔出众多疑似情侣铜款 比如叶科曾经在同一时间 和黄晓明晒出过同款冰敦敦汤圆 PO出的豪宅图 也被网友指和黄晓明 在青岛的房子长得一样 叶科生日时还泪眼茫茫的发微博 表示被爱很幸福很感恩 惊喜到掉眼泪 并且发了一张署名为 Em Love 柯柯的超级玫瑰花海图 这又引发了网友的脑补和猜测 Em Love 柯柯是不是名爱柯 是不是这个寓意咱不好说 不过倒是和从前教主 给AB过生日时的豪华阵仗很是相似 而到了去年11月 女网红小胡静晒出和黄晓明的聚餐视频 有网友问他坐在黄晓明身边的 是不是他新女友 小胡静直接给点了个赞 今年两月过年 叶柯晒出来的家宴 杯纸和黄晓明妈妈用的盘子一样 看起来好像离官宣不远了似的对吧 但奇怪的是发生了 后续走向突然画风一遍 之前从不回应的叶柯 站出来表示自己可以接受普通的八卦好奇心 不能忍受恶意边台造谣和造谎谣 自己准备起诉了 起诉谁不知道 后续有没有动真格也没再提 反倒是叶柯和黄晓明 这段绯闻恋情还没迎来官宣 就先走向了避疫 今年六月 黄晓明突然被爆出 告别叶柯又有了新绯闻恋情 依次新女友叫赵世锦 你新人一枚 他被抬到跟教主浪漫约会逛商场 举止很是亲密 狗仔还说逛街被抬到的前两天 黄晓明出席饭局也带上他了 看起来和新绯闻女友赵世锦蛮真的样子 另一边同一时间 叶柯的社交账户里也发表了独立宣言 网友问他晒出来的礼物是小明哥送的吗 被他直接回应别扯都各自新生活 甚至还表示不吃二次亏 他的好友也发微博喊话 让他不要再恋爱恼了 一切举动都显得那么决绝 又板上钉钉似的 结果 居然只是短暂的分开几个月夜 像极了小明哥演过的分开后 和别人在一起才发现 你才是最爱浪漫爱情剧 10月开始 叶柯的微博又透露着 无比欢快的热恋甜蜜气息 黄小明唱了周杰伦的明明就 叶柯就在微博里发视频配文 城堡为爱守着秘密 聪慧的吃瓜群众 立马get到了他想表达的意思 11月17号 叶柯微博抒发幸福感悟 在热爱里很慢很踏实 11月13号 黄小明回家过生日 发的图片里只有父母儿子没有别人 网友还在猜测叶柯去没去 没几天答案就被揭晓 生日当天黄小明就被狗仔拍到了 和叶柯一起回别墅 不管叶柯有没有去家里过生日 仍是在的 生日后 两人还被狗仔又拍到了 疑似一起出国旅游 眼看这是好事将近的节奏对吧 但又有事情发生了 说起来杨颖的手段有多厉害 叶柯算是十大事见识到了 千脚刚和黄小明宠归就好 想着甜甜蜜蜜出国都个假 巩固一下感情 在机场又是铜矿又是提包 算是巧妙地官宣了一把自己的正宫地位 结果后脚就被杨颖抱着孩子截胡 失魂落魄 骨瘦如柴 大半夜在医院喂子求医 这番美人示弱水不心疼 孩子在手 也结结实实拿捏住了黄小明的七寸 马上就转机回国落地上海 引得一同回国的叶柯半夜发疯 在自己小号上连发九条视频 每个视频不过两三秒 但内容却值得细挺 房间各个角落的布局 让不少人一眼认出 这豪宅落地上海 眼间的网友还发现 从窗外的风景来看 这位置与当初黄小明和杨颖的婚房似乎一致 众人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叶柯嘴上说的测试小号是假 灯堂入室撕挠杨颖是真 这还真是精彩 当然叶柯的突然失控 除了杨颖突然的出售刺激 也有其他方面原因 虽然黄小明在和杨颖离婚后 绯闻女友一直是叶柯 即便他一直安全马后地照顾他 但他始终没有给他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面对两人绯闻时 也都是不去正面回应的状态 还让叶柯发文辟谣 更何况两人吵架冷战期间 黄小明火速有了新婚 又和另一位高仿版的杨颖赵世金走到了一起 让人分不清 他到底是喜欢眼前真实的人 还是大眼镜巴比的皮囊 叶柯自然也就没什么安全感 而这次叶柯和黄小明的复合 也算是失而复得 先不说他一个白富美前妻 为了跟黄小明在一起 必须得偷偷摸摸的心酸 为了换回这段感情 这次他还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 在两人短暂分开的期间 他不但仍旧注资支持黄小明的高尔夫球场事业 他的闺蜜团还爆料 叶柯为了挽回这段感情 曾送黄小明数百万的奢牌相包 而且爱乌即乌 投其所好 赞助过黄小明偶像周杰伦的演唱会等世纪 这不妥妥的纯爱战士吗 从这一点上 他还真是舍得下血本 女追男隔层杀的铁绿 再加上黄小明并非铁石心肠 两人和好并非难事 但想修成正果 却并非易事 一来杨颖想吃回头草 二来豪门前夫王命精也来搅局 哪个可都不是省油的灯 和杨颖交手 这可不是叶柯第一次败下阵来 没办法 人家的手里有着致命武器 那就是黄小明的亲儿子小海绵 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 那黄小明势必要每隔一段时间 就和杨颖来一次会面 之前黄小明过生日 杨颖就很识趣地带着小海绵 为他庆生 小海绵所画的气球 也偷出了不少的信息量 黄子后面连着画了两个小人 还跟了一颗爱心 这一家三口的样子直接映衬出了小朋友心中所想 所以黄小明的评论区下 就有不少活菩萨劝他为儿子考虑和杨颖复婚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而叶柯这边也立刻做出反击 每隔几天 他和黄小明去看画展 分别和同一路人的合影就曝光于网络 就差把我俩是一起去的昭告天下 也算是给了杨颖个警告 现在他是我的 顺便掐灭路人 所和他俩和好的小伙苗 还有一次 是黄小明和朋友深夜聚餐后 回到了杨颖所在的小区 被媒体揣测两人共度一夜 一次旧情复燃 这复合传闻还没传出来多久 叶柯就主动发布了一则动态 自己穿着睡衣 深夜在高档小区下厨 而这小区恰恰是黄小明名下的一处房产 摆明了这是亮出自己的女主人身份 后来黄小明和杨颖现身同一场活动 即便两人之间有八米远 但还是引起一波讨论 叶柯就再次反击 晒出自己元宵家宴的照片 刚好盘子上的花纹和黄妈妈手里端的盘子 如出一辙 也就是对外表示 两人已经见家长了 虽然叶柯次次后发之人 招招海基的漂亮 可架不住杨颖先入为主的事实 特别是现在杨颖现在身陷困境 粉丝难免会搞一些牛肉面文学出来 对黄小明进行道德绑架 他捂得越猖狂 在粉丝眼里就越是欺人太甚了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 叶柯直接买了和杨颖同栋的物业 成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居 直接趁他病要他命 铁脸开打 依照杨颖的个性 自然会记下这一笔 仔细想一下这次小海绵生病 一般明星的孩子不舒服 要么家庭医生上门 要么找私立医院服务 杨颖在这个流感盛行的当口 舍尽求远 跑到医院去跟哥鲁网友偶遇 再结合叶柯前一天和黄小明的高调度假 也就不难想通了 而比起和杨颖的缠斗 叶柯前夫的突然出击 才是让他始料未及 或许是饱受流言蜚语纷扰 叶柯的前夫王命金突然坐不住了 发了一篇信息量满满的长文 对叶柯更是处处内涵 王命金和叶柯的婚姻破碎 网上大部分的说法是王命金在叶柯运期出轨 这才让他一怒离婚 但王命金却澄清了这个说法 并且情绪激动 表示自己才是婚姻中被辜负的那一方 自己吃了血亏 不想再和叶柯沾一点边了 同时他还否认了自己的矿二代身份 称自己没有营销过富家子弟人设 只是中等偏上家庭 内涵是叶柯自己营销的豪门人设 除此之外 他还表示乙姚餐饮有限公司 是他个人和一位男性合伙人的产业 其他人没有参与经营、管理 而他之所以提及这点出来否认 是因为去年广东一个新媒体 曾经夸赞他是有志青年身二代 在介绍环节写得明明白白 说叶柯是乙姚餐饮的董事长 对叶柯极其一美之词 王命金这么一澄清 和着这是叶柯为了营销自己而来的通稿 董事长身份瞬间被打假 长文发酵起来没多久 王命金又在微博发文 说自己与前妻是和平分手 徒流吃瓜群众一脸茫然 不知道他到底安得什么心 叶柯本身家境不错 但还要给自己镀金 贴个深圳太子湾富婆的title 显然也是为了找个更好的富家 抬自己身份 这才搭上黄晓明 和平分开这么久 前夫突然出来闹这么一出 估计也是敲山震虎 毕竟家大叶大到一定程度 生了孩子的前妻再去跟一个人结婚 再婚再与前扯到的巨额财产分配 很多利益难免受到影响 叶柯和黄晓明都是有钱人 而阻挠他俩顺利在一起的 也正是因为有钱 还真是令人唏嘘 一边是软刀子 一边是硬手腕 叶柯想要达成所愿 恐怕也是有的魔了 魔高一尺到高一丈 主角入欧 好戏才刚刚开始 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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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戏